主持有領先市場 領先法人 你才能夠賺得到錢 怎麼樣才能夠領先市場 領先法人 你必須要能夠掌握國際股市的聯動 更重要的是全球產業的發展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建文 來 天氣冷了 天氣冷了 天氣涼了 讓我來為你加暖 特別是在股票市場上 今天台股回檔了喔 回檔之後該怎麼做 當然有一檔股票叫做創結 5261的創結 有一檔股票叫創結 這檔股票我從68塊70塊 掛牌一直跟各位追蹤 這支股票一直跟各位追蹤 一直跟各位講 甚至送的資料裡面也有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 我想這檔股票再創新高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這個波段 漲了超過70% 10根漲停 那接下來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這樣的股票 我們什麼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來找出這樣的股票 十全十美嘛 十幾漲停啊 接下來還有什麼 我們一起來掌握啦 那當然更希望所有觀眾朋友 能夠好好的一個掌握 掌握很多不錯的一個標的 大家趕來談 來 創結再創新高有沒有 創結間再創新高10根漲停 10根漲停喔 創結再創新高你必須要想到什麼 你必須想到偽權店 你想到偽權店 那創結再創新高的同時 很多人說 齊邦最近也不錯 齊邦從低點拉上來之後 你必須要想到什麼 想到4K 2K嘛 想到聯勇 想到聯勇 可是我今天多想到一檔股票了 這檔股票叫做什麼 齊陽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一下齊陽 來 今天是不是一個震盪的架構 震盪的架構 其實早盤漲28點 然後尾盤跌下來跌21點 總共上下震盪的幅度是50點 50點 那如果你想到這50點 你就會想到我昨天怎麼跟各位分析了 其實今天收盤跌21點不多啦 不多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會覺得很冷 不知道要怎麼做 大家加油 建文來告訴各位怎麼做 我昨天怎麼告訴各位 我昨天告訴各位壓縮有沒有 壓縮啦 重點是在這裡 對對這邊放大 台子02跟現貨的一個正價差是1點 所以壓縮 壓縮 所以你看到今天怎麼樣 今天就是早盤漲28點 尾盤殺21點 沿著平盤做壓縮的動作 壓縮的動作 壓縮的同時你必須要注意 第一 這個大盤怎麼看 這個大盤要怎麼看 大盤看有 大盤看得懂 大盤看得懂 你才知道接下來你要怎麼做嘛 你要知道說 接下來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面對最後五個交易日 這五個交易日 或這四個交易日裡面 你要做什麼動作 剩下什麼 剩下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嘛 加上今天是五個交易日 還有下禮拜一嘛 剩下四個交易日 你必須要做什麼動作 當然我告訴各位 要報股過年啊 很多股票你現在不買 到時候什麼 到時候你也不知道該怎麼買 來 天氣很冷 天氣冷 讓我來為你加暖 讓我來幫你找會什麼 會漲的股票 讓我來為你什麼 好好的一個做準備 好好的做準備啦 當然今天是壓縮啦 漲停的加速 還有42加啦 42加 當然你要找對股票 你才有機會賺 到底該怎麼做 到底該怎麼做 要過年四個交易日 你說你現在不報股過年 也什麼 也至少你要把你手中的持股 你手的股票啊 你手中的持股把它做個整理 做個整理 該留的留 不該留的要把它做個泰換 做一個什麼換股的動作 今天這個行情是怎麼樣 今天的行情是個壓縮盤 昨天已經告訴各位了 這個行情你必須要注意什麼關鍵 要注意什麼 你要注意什麼 你必須要注意什麼 那很重要 那很重要 昨天我用炒菜來比 比如嘛 比如這個行情嘛 比如你的一個投資組合嘛 我來舉例 我昨天是用炒菜來舉例嘛 那你可以發覺說其實今天怎麼樣 今天是金融比較穩盤 電子反而壓回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從整個類股的一個輪動裡面 來這邊放大 這邊放大 對對對 這邊放大 電子是壓回的嘛 然後金融是漲的 所以金融在撐盤嘛 電子在壓回 那你會不會因為今天的電子壓回 你就什麼 你就認為電子沒有機會 那是完全錯誤喔 完全錯誤 我還是要告訴各位 全球股市 目前的國際股市 漲的還是科技類股 還是科技類股 要做什麼比較重要 有時候很多觀眾朋友 其實最近你看指數 真的沒有什麼空間 做指數如果沒有什麼空間 很多股票很活潑 那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就應該要做股票 我們就應該要做股票 來 霞幅震盪 霞幅震盪 電子跟金融是良性輪漲 良性輪漲 所以你要注意金融是什麼 金融是封關前撐盤用的 電子是攻擊用 電子是攻擊用的 所以這個你要特別留意喔 大力光再創天價 這個我跟各位分享過了嘛 我跟各位講說 美國股市Google在創天下 Price9也要創天價 美國股市納斯達克的兩個股王 Price9以及股後Google 再創天價的同時 台灣的股票市場也什麼 也開始走這樣的模式 大力光創天價 然後呢 然後FTPK跟什麼 跟宏達電在輪動 在輪動 可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有FTPK跟宏達電 你這一波聽完我們的建議 這樣子操作上來 你還是要留意它的賣點 那個比較重要 來 大力光再創天價 這是我跟各位講的嘛 因為美國股市也是這樣嘛 來 創結漲停才是重 創結再創新高啦 10根漲停 創結這樣10根漲停 這才是重點 為什麼重點 因為告訴各位 告訴各位 你接下來你要把你的資金放在哪邊 過完年之後你才能夠什麼 好好的豐收嘛 收割嘛 那我覺得啦 我覺得你要把握買點 把握買點 為什麼你要把握買點 因為接下來的題材很多 2月底有MWC 就是世界通訊大會 2月底 每一個時間點你要把它記起來 然後Sibbit Sibbit在什麼 在3月 在3月 那7月有什麼 有奧運 我想都是機會都是題材 所以你把每一個時間點都記清楚之後 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今天台股成加到1059億 是個換手的一個型態 換手的型態 再加上正價差擴大到24點 24點 所以一個結論 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給各位做多 做多啦 為什麼要做多 再給各位看一個 今天媒體告訴各位的 為什麼要報股過年 為什麼要報股過年 來 外資這一波時間是匯賂的 匯賜 他要壓寶爆台股過年 壓寶爆台股過年 那你總不能什麼 總不能人家 有資金的人在想什麼 你跟有資金的人想顛倒 那你就會錯過很多的機會 所以王健文告訴各位說 我不只要告訴各位你要怎麼做 我不只要告訴各位你要做多 我要告訴各位 你如何從這個市場上找到機會 然後好好的幫助自己什麼 好好的什麼 該賺還是要賺 來 今天還是很熱 還是很熱嘛 如果你買到創捷的話 其實你不會覺得天氣很冷 你不會覺得今天股票市場震盪 對你有什麼影響 從創捷裡面可以找出幾檔股票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討論 創捷這間公司 從68塊到70塊 我跟各位推薦開始 整份資料 整份資料這麼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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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我跟各位談得很簡單 現在要我來談 Bluetooth跟藍牙的一個產業 我不用看資料我都會講 我都會講 當初我跟各位講說 你要注意創捷 因為它是國內的一個藍牙晶片 Bluetooth晶片的一個領導廠商 當初我跟各位講說 藍牙在全球的一個市場的一個運用 近5年的複合成長率是55% 當初王健文告訴各位 藍牙的一個成長 最關鍵在哪裡 最關鍵在2011年跟2012年 為什麼是2011年 為什麼 因為先前很多的一個什麼 手機也好 或者是所謂NB 所謂的一個裝置也好 它用到藍牙 它會遇到一個狀況 觀眾朋友遇到什麼狀況 遇到它要用很耗電 然後它的一個效率沒有辦法提升 可是從2011年2012年 技術突破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它可以降低它的耗電 然後把它效率提升嘛 所以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說藍牙晶片 可以運用的範圍越來越廣 每支手機都用藍牙 每一支手機都用藍牙 然後你看到連Apple Mac MacBook 它所用的滑鼠也是用藍牙 然後你看到 接下來2014年的窗戴式裝置 也要用藍牙 所以這個就是產業嘛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當你從生活裡面 你找到一檔股票之後 你要好好的把它咬住嘛 所以為什麼要報股過年 就跟你為什麼要報創結一樣 創結這檔股票是漲到 1月2號是漲到107 漲了57%嘛 漲了8根漲停 8根漲停 然後很多投資朋友問我一個問題說 你為什麼這麼看好它 王建文你為什麼這麼看好它 就像你看好其他的個股一樣 這個問題我一樣要什麼 我要問觀眾朋友 你為什麼看好你手中的個股 這就是理由 我為什麼看好它 我已經把全球產業的趨勢告訴各位了 如果一檔股票漲了8根漲停 你還不曉得 整個產業的趨勢在哪裡 那你會很可惜 你會錯過很多機會 你會錯過很多機會 來 1月16號的時候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你要注意下一波 為什麼 因為它是呈現一個量價奇洋的走勢 整理完成 有沒有 我告訴各位 而且在1月16號 1月16號 很清楚嘛 很清楚 然後你看到1月20號 拉到漲停板 111.5 這是昨天嘛 這是昨天 來 這是今天差一檔漲停到118.5 118.5是創新高 漲了6.28% 6.28 你有沒有看到一檔股票 從6870塊 咬到118.5再創新高 第10根漲停了 因為這一波段你漲了74.26% 74.26% 你可以發覺說 一個懂得去抓所謂產業的一個發展 明星的一個團隊 他知道這檔股票 如何幫各位創造財富 來 第10根漲停 第10根漲停 那當然是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而且要再接再厲 我覺得這個系列 這四個字比較重要 這四個字怎麼重要 四個字為什麼重要 因為要加油啊 我們要再接再厲 我們不能因為一檔創結 你看現在你把電視打開 每個人都在跟你講創結 你看王健文的節目看了三個月 三個月王健文從創結開始 起漲開始 王健文跟各位追蹤 然後王健文把整個 Bluetooth藍牙的一個產業 藍牙的應用 整個跟各位講 那很清楚的狀況下 你會知道說 那這檔股票你該怎麼做 最怕就是做股票什麼 你會怕 你不懂 結果這檔股票怎麼樣 這檔股票從68塊70塊 一路咬到118.5 118.5 總共漲了74.26% 這還是現股 現股漲了74.26% 相當於10根漲停 相當於10根漲停之後 你當然要來追蹤 或者是從產業裡面 我們再來找出 其他的一個什麼前例股 因為很多的一個什麼 很多的股票 很多的投資人來找我們的同志 就是什麼 就是大家要一起加油 更直接講一點 有時候是爭這一口氣 爭這一口氣 為什麼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努力的幫團隊成員 找到這樣的股票 我們是爭這一口氣 當然還有其他的股票 當然還有其他的股票 你當然要好好把握 來 下個階段回來我要告訴各位 創結漲了10根漲停上來之後 先漲8根嘛 最近再拉2根 漲了10根漲停上來之後 還有哪些股票要注意 那這些股票是用什麼樣的角度去切 什麼樣的角度去切 那你為什麼必須要在這幾個階段 趕快把它買 趕快把它買起來 等一下下個階段回來 我為什麼好好的跟各位好好的分享 好好的幫各位去做一個規劃的動作 不過還是要提醒各位 因為昨天很多樂投資朋友 打來公司問一個問題 他說過年後是不是真的公司要漲價 我要告訴各位 真的公司在過年後要漲價 那你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尤其在這幾天 你去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再不增加各位負擔的狀況下 你趕快進來 你趕快進來 你不要等到到時候股票也漲了 然後你要負擔的一個相關的費用也多了 那對各位不划算 因為這次的一個農曆春節 只有六天嘛 那你為了那六天 不只股票沒有賺到 還什麼 還讓你的一個負擔增加 那我們也不好意思 有任何的需要 利用廣告時間跟我們聯絡 下個階段回來我們來討論一下 全球產業的發展裡面 還有哪些是各位必須要注意的 一次全球產業很高 這些地方都往信點 發展裡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营 拥有起货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对人生机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因为我有秘密武器 金生高粒人生精华液 18种丰富人生皂肝精华 人生料理我全靠它 养生之道 只有金生之道 越南东家杨若如 三杨开泰礼盒 免冷冻 免冷藏 原价六七折 特价一组1980元 来电订购 2726-1031 金生高粒人生精华液 养生之道 只有金生之道 只要领先市场 领先法人 你才能够赚得到钱 欢迎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要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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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要想办法说 到底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有人跟你说要结账 但是王健文跟各位讲说 你现在要报股过年 而且怎么样 而且报对股你才能够过好年 来这边放大 报对股你才能过好年 什么叫做报对股 报对股就是说 有什么样是什么 什么样是大家法人现在在观察 在关心的 现在不得不买的 因为你现在不买的状况下 很多个股就这样上去了 我在上个阶段也跟各位讲说 你必须要注意 注意现在法人在注意什么 这是我在上个阶段跟各位讲的 2月底的MWC 世界通讯大会 我想没有人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先跟各位讲 事情一定要讲在前面 事情一定要讲在前面 一定要讲在前面 你到2月底 你休完假回来之后 大家一回来就是什么 就是看到MWC 世界通讯大会的一个相关的题材 这个我先告诉各位 因为我们做每一档股票都这样做 所以我们才赚得到钱 另外就是说 你要必须注意3月 有所谓Sibbit Sibbit相关的一个什么 会场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展览 然后呢 你还要注意所谓7月的奥运 奥运 那这些都是机会 除非你不想赚 我现在把我们的规划告诉各位了 除非你不想赚 除非你对你的操作 一点信心都没有 除非你不想去掌握像创结这样的股票 10支啦 恭喜发财再接再利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不断的努力了 来 你可以发觉说其实很多的资料 先前都提供给各位 提供给各位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为了让各位印证 很多投资朋友 你印证之后 你要知道你接下来一步要怎么做 因为我的资料很多 我不见得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就能够什么 把所有的一个看法 所有的想法跟各位一起分享 所以你要跟上我的动作 所以你要掌握住 我们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动作 来 这是所谓1月9号送给各位的 明星产业的一个潜力起涨股 有没有 那当初我跟各位讲的股票 你自己来看嘛 创结也好 齐邦也好都涨上来 那当然有一档股票是联巴科 联巴科打下来 联巴科当然我们卖掉之后 我们还没有接回来 联巴科什么时候要接 那就是关键 那就是关键了 你可以发觉说包含像什么 包含像宏达电也开始涨上来 来 宏达电底型上来之后 你可以发觉高价股是在轮涨 FTPK也涨上来 可是你发觉他们还在什么 还在第一档 躺在地板上 那接下来包含像什么 包含像联巴科嘛 你手中我联巴科该怎么处理嘛 有没有 440以上叫你卖一趟 你也不卖啊 你可以去追踪我们的一个讯息 就是卖嘛 卖完之后开始跌 开始跌 那现在要想一个问题 因为高价股是轮涨嘛 高价股轮涨 你要怎么去掌握嘛 FTPK涨上来 宏达电涨上来 大力光创新高 这都是我先前告诉各位的 那先前告诉各位的 这些股票里面 高价股它有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节奏跟脉络嘛 我知道我知道持有 联巴哥的投资朋友 心里面不好受啊 可是不好受的同时 你要想办法去解决啊 什么点要满 这个才是重点嘛 我们不是那种拗股票硬拗的人 我们是要告诉各位 什么股票有机会 才是我要帮各位掌握的 那当然 我帮各位掌握的一个目的 我也告诉过各位了 我说 今日我们助你一臂之力嘛 有沒有 今日我们助你一臂之力 明日社会需要你跟我来照亮角落嘛 所以前线家族欢迎你一起來嘛 我说我再怎么有能力 也是在股票市场上 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照亮嘛 所以一起来照亮角落嘛 我的目的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够在 我们的一个什么社会里面 我们的团队里面 我们能够做的事 创结展上来你要注意什么股票 来 你当然要注意什么 你当然要注意这档股票啊 其实这档股票 当初我是跟 创结一起跟各位推荐的 不过我现在要再推荐给各位一次 这档股票叫维权店 维权店 进场通讯NFC的概念股 进场通讯NFC的概念股 进场通讯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强调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智慧装置里面 要强制内建 强制内建NFC功能 就是进场通讯的功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你去想喔 我当初跟你分析Bluetooth 分析蓝牙的同时 我跟各位讲 因为它的一个效能提升 耗电量降低 所以让Bluetooth 让你蓝牙的一个 蓝牙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晶片 它能够什么 它能够装在每个装置上面 而且什么 而且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手持式装置 智慧的一个相 智慧手持式装置 还有什么 还有穿戴式装置 它都要用到蓝牙嘛 还有我们一般 我们原本就在用的 原本就这样 像所谓滑鼠这些 全部都之后 蓝牙就开始旺起来 好来 尾全店你要什么要注意 因为智慧装置 是强制内建NFC功能 尾全店本身是 有一块安全加密的IC室 SOID 是跟中国营联合作 全球最大的市场 现在不是在美国 是在中国 中国营联是跟谁合作 跟中国移动 中移动 还有七大银行 包含像中国银行 包含像建设银行 所以你有沒有發觉说 尾全店的商机在哪里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当初我在推荐 所谓创结的同时 我是尾全店 一起跟各位推荐 那创结涨了十根之后 我必须要提醒各位 这档股票你要 特别留意 特别留意 这个也是 我们最近切入 切入当然还在获利当中 获利当中 所以这档股票 一样给各位做个一个 好好的一个追踪 因为先前推荐过的股票 其实包含像茂德 木德 包含像木德 今天一样创新高 涨了5.05% 我总是希望各位能够赚到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 什么隐藏版的 成长潜力股 来 除了所谓的一个什么 所谓的 尾全店之外 那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其实 我今天有想到另外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看好久 我要提醒各位 尤其手中 我这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叫3564的奇洋 这一波蜜月行情 拉了四个交易之后 开始往下跌 跌了38.36% 今天的一个低点是71.5% 其实已经到了 挂牌的一个相对低点 我看了好久之后 我要告诉各位 这档股票的机会来了 为什么机会来了 因为它是回撤挂牌的低点 而且它本身是工业电脑 还有博弈屏 还有网路安全的相关概念股 齐阳这间公司 是跟Intel AMD合作 还有中国前三大的一个 网安业者合作 前三季EPS 3.09% 如果是在这边 我不会推荐给各位 如果是说在100块以上 我不会推荐给各位 那同样的这档股票 已经要跌到所谓的什么 挂牌的低点的同时 这档股票我反而就有兴趣 我这档股票我追踪很久 我就开始有兴趣 这也是提醒给各位了 因为毕竟来说做股票很重要是什么 很重要是想办法去赚钱 你手中也许有联发科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手中也许有齐昂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是你手中有所谓FTPK 宏达店你想要卖 你不知道该怎么卖 那个可以跟我们联络 来 那当然齐邦也涨上来 齐邦再创近期新高 送1月15号跟各位推荐 1月15号跟各位推荐 齐邦这档股票1月16号涨了6.95% 1月17号再创近期新高 1月20号再创新高 我想这个低档的一个成本 空间都拉上来 所以我觉得啦 我觉得产业 产业 他就很清楚告诉各位 法人要注意什么 那这档股票你要注意 我想今天跟各位讲的股票 你要特别的留意 股价提前修正底部成型 大尺寸跟4K 2K驱动IC 所以林永这档股票 也是提前修正的个股 前三季EPS5.86 我想底型成型之后 近期再做放量 这个你也要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我之前跟各位提醒过的股票 我不见得不会卖 只要我的会员有赚钱 该卖的时候我会卖 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就说 因为资料很多 资料很多 所以我不见得今天能够 把所有的资料跟各位分享 你要及时掌握我们的动作 来 今天我们祝各位一臂之力 明天社会需要你我来照亮角落 前线家族幻影起来照亮角落 天气冷心不要冷 我们来帮各位加温 大家加油 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在问 真的没有差那几天 如果说你要差这几天 然后等到过完年后 让相关的一个费用涨价 对各位反而不利 股票准备好了 用能够帮助各位的一个 压低的一个状况 费用的状况下 大家赶快一起加油 本投资公司 有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罪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俊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并俊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拥有奇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用心用心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破股票双振兆 使您板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 2578 300 2578 300 最挺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水泥大厂 亚尼宣布了旗下的江西亚东年产300万公顿的第六套窑已经正式投产 预期随着水泥总产能达到1400公顿 那么单厂规模将会稳坐江西省的冠军 另外亚尼也表示未来还会持续拓张版图 而且要挤进中国大陆水泥石墙作为目标 大陆政府持续加速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建设投资 带动一亿公断水泥需求 加上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政策 预计将刺激高达3.6亿水泥需求出笼 支撑市场发展也推升台厂亚尼前景可期 这都是好现象 所以以这个角度讲的话 我们的水泥场最近的确有比较蓬勃的一个感觉 大陆积极扩充基础建设亚尼加速新增产能 即旗下江西亚东厂的第五号窑在去年9月投产后 年产300万公吨的第六号窑也正式点火营运 推升江西亚东厂总产能达到1400万